大家好,我是杨丽 真的,有个台子确实不错 就是终于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终于登上了吐槽大会的舞台 刚刚在后台我第一次见到张老师 然后他还跟我说 杨丽,你千万不要吐槽我 我说没关系张老师 我不会吐槽你 因为你不属于我擅长吐槽的领域 我一直就想上吐槽大会 因为这节目多好啊 不用比赛,对吧 但现在你们想到也要比赛了 你们是疯了吗 所以我总结了一下 我脱口秀大会的失败经验 我觉得要想节目效果好 CP必须吵一吵 希望大家介绍一下我的搭档汪勉 本来都说好的 你们前面是疯了吗 就是我也没有办法 我还是依然只能选他 因为这个台上你看一眼 除了他也没有可用之人了 女的我就不说了 男生都有谁 张延祺,你知道吧 人家爱豆 我想跟他吵 他也不想跟我吵啊 爱豆 从场作戏 我今天才知道他想 但我觉得爱豆 不好吵CP 然后就是谁 江云生,你知道吗 刚刚也说了渣男 我觉得他内心肯定也 特别希望自己也是个爱豆 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塌房 然后他就可以和女生说 我家房子塌了 你有多余的房吗 我想有个家 然后还有谁 就是张绍刚,李淡 我觉得这种已婚的 我就不冒这个险了吧 你们觉得呢 当然不选张老师 不是因为他已婚啊 所以你看啊 我没有别的选择了 就剩王勉了 那句老话怎么说的 矮子里扒矮子 而且我一直就想当公主 所以和王勉在一起 就是我实现公主梦的第一步 我现在离白雪公主 就差六个小矮人了 我让你在那儿 陈卓璇陈卓璇的 我就是要毁掉你 江云生 我就一直听他自己说 他是渣男 我刚刚看到他的样子 我觉得他也不配啊 有优秀到这个地步吗 可以骗到人了 而且你是个渣男 你真是个渣男 你还自己到处说 你也太老实了 你就是个老实人 伊丽庆老师 我这一场的对手 我真的 我喜欢男人这件事 不光男人知道 女人也知道 就是我非常非常 喜欢伊老师主持的节目 他刚刚也说了 很欣赏我 说我在节目上 特别有分寸感 别别别 伊老师你别欣赏我了 你学学我 就是他主持的节目 我真的特别爱看 太好看了 那个主持风格 我太喜欢了 太彪了 他那都不是提问 他就是借着提问的名义 骂人 就他会直接问嘉宾说 很多人说你 矫情做作假 不真诚虚荣 爱秀整容 抄袭不红了 靠老婆没才华 你怎么看呢 说完特别气人 还会接一句 我能这样说吗 你能不能说 你都说了 你讲这种礼貌 还有必要吗 这个就好像 我现在走过去 给张老师一巴掌 然后说 我能这样打您吗 对不起啊 伊老师 我能这样说吗 雨淇姐 今天的主咖 就是我真的很喜欢 也感谢雨淇姐 因为她一直 从透口秀大会 就陪着我们 尤其是她特别支持我 我太喜欢雨淇姐 因为她长得太漂亮了 我上一次见到 这么漂亮的人 还是我刚刚在后台 照镜子的时候 没有 不是 我照镜子的时候 看见雨淇姐了 她从我身后走过去 我还跟她打招呼 我说 嗨你好 雨淇姐 雨淇姐非常自信说 你好啊 你刚才认识 好 你就请右手 你不要签着 雨淇姐 真的 你看太好看了 越看越顺拐 没有 我真的喜欢她 特别是她的自信 就是 她上次来 推舞秀大会的时候 我们就一个组 我就是她的编剧 然后那个时候 我就很觉得 我要负责任 我就想帮她 排一排 哪句话该怎么演 没想到 她立马拒绝我了 她说 你不要教一个影后 怎么表演 好吗 然后我就去网上查 我说雨淇姐 这到底是哪来的影后啊 查半天明白了 未来的影后 会来的 真的 只要你相信 一切美好的事情 都会发生的 我真的是喜欢雨淇姐 包括我也很喜欢 伊丽静老师 我觉得我们女生 就不要互相挑毛病了 对吧 就是他们向我证明 女性也可以很多样 对吧 你可以像雨淇姐一样 美丽天真 也可以像伊丽静老师一样 勇敢犀利 更可以像我一样 二者兼备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我是美丽天真 勇敢犀利的杨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